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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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有一個特別的大來賓 是我們的協會理事長 阿滴 大家好 歡迎光臨 今天阿滴... 大家應該知道就是阿滴有學過一點點韓文 很慢 很慢開始了 應該有看過那個阿滴cover少時的Forever One的影片 我們最近那個協會的年終派對 我們的開場舞 也是Forever One 跟阿星 Apple 寶劍 然後雞蛋布兵他們 還有EG一起跳了那個開場 跳到一半然後理事長被拉上台這樣子 完美融入 其實我們前面排練了大概三個禮拜 但是我們那時候是想要表演的感覺是 我被拉上去然後突然 就是先一個就是突然被拉上去 然後居然會跳舞的感覺 少女時代應該就是對我們來說是在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超級紅 接觸寒流的契機 對對對 都算是第一次透過先聽這些歌 然後開始接觸到韓國的綜藝節目 然後寒流接下來又有很多新的團體出來 對 所以Super Junior跟那個少女時代 覺得對我們來說是懷舊的 然後看他們回歸其實就是還蠻感動的 所以這一次就是他們回歸的時候 也有出一個那個少時的綜藝節目 對 那個我全部都看耶 因為我覺得有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就是第一集他們就是大家各自出場的時候 然後每個人都選一首不同的歌曲代表這樣出場 對對對 有一種覺得 很像回到自己就是學生時代的感覺 就每一首都聽過我覺得很神奇 今天呢 我現在的名字怎麼唸呢 就是少女時代 那因為少女時代算是二代舞團的這個天花板 所以因為它算是就是一個非常隆重的團體 所以我們要請一個非常隆重的家 好的 對 我也是少女時代本命 那首先呢 我們要看到就是少女時代的團名 阿滴 我想這個對阿滴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少女時代 對 少女時代 少女時代 你的氣音比較像韓國人 因為韓國人他們蠻喜歡縮寫的啦 所以他們就會直接縮寫 縮寫 大家知道韓國的粉絲都有名字 S1 韓文是念So One Oh So One 那個願望嘛 對對對 因為他們有出那個GD那首歌 對 So One 馬鈴巴 就每一個團體的粉絲都會有一個名字 就像阿滴的粉絲叫小滴是一樣的 我現在已經都不會這樣子 不會這樣 對 就是你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你創作的資歷越來越長 久之後你就會開始覺得這樣教會 有點尷尬 不是尷尬 他就是有點太小朋友的感覺 喔 對 就是你要特別為自己的觀眾 取一個名字這些事情 我覺得在Youtube圈已經越來越 不流行 不流行 他可能是五年前流行的事情 現在很多人都不會這樣做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成員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成員呢 就是我們的隊長 喔 鐵云 金鐵云 對對對 那阿滴有沒有對他也有什麼樣的印象 那那個 哈哈 我太喜歡選 woke Franz 超頻得完 他長得很像 應該說我小表姊長得隱 很像鐵云 真的很像疼祐 真的喔 我自己覺得啦 所以我對他一直來都會有一個很親切的感覺 那其實泰遠我覺得他 綜音感其實也蠻強的 恩 對 她很大吧 他會做一些很誇張的動作 對 然後還有一些笑聲啦 對 對對對 他有時候會笑出一些就是 你會覺得好像這是少女應該做的事情嗎這樣子 真的很百差 而且他是一個宅女 就是基本上不太出門的宅女這樣子 還有他最近代言那個啊 他有代言不知道哪一個手有 然後是唱中文 對對對 然後有舞蹈人 什麼格蘭 格蘭騎士團 之類的 對 這首歌最近打超兇 廣告打超兇 喜歡大家就會覺得說 就都請到太野為什麼不就這樣 好好唱韓文就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成員 哦 SONY SONY 對 然後他的本名叫做 伊蘇Q 哦 伊蘇Q 伊蘇Q 哦 那SONY的話呢 他就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人 他就是UG最喜歡的 的成員 然後UG跟他跳過舞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看到他那張專輯 就是有那三個成員簽名的那個 簽名的專輯 他哪個有看過 然後在那個Soshi Tamtau裡面 也就是很常會講出一些 就是蠻好笑的梗這樣子 對對對 下一個成員是 這誰 哦 TIFANY 對 TI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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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咪... YONG 黃咪...YONG 黃...哦 這是黃啊 對對對 黃咪...YONG 黃咪...YONG 他們會習慣叫他PANY PANY TIPANY的話呢 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眼睛 哦 微笑眼睛 對對對 微笑眼睛這樣子 原來TIPANY就英文最好 在整個團隊 對對對 因為他就是 就在美國出生嘛 這樣子 如果要叫他 講韓文啊 或者是要叫他寫韓文的時候 他們就會果斷地說 算了啦 你不要做好了 哦 因為他的韓文 不要弄得好 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成員 誰啊 這是 哦 是跳舞的 對對對 沒錯 KIN...HU... YONG YONG 這個是YONG 所以 HIO YONG 校園 校園就是專門負責跳舞的 他是舞后這樣子 但他也是會講出一些就是蠻好笑的話 而且他有什麼其他的提供的話 在那個他們的第一首歌叫做 Into The New World 裡面的MV就有一整段是他Solo跳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他一Debut的時候 他的定位就是 就是跳舞的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校園 國泊媽比較會緩和 情分的人 下一個傳人是 哦 Yuri 對 Yuri 哇這什麼人唸我看一下 KUN 哦 KUN KUNYuri 可能他個是比較認真 就什麼都是要暗度就版 對對對 像練舞的時候 趕快來練然後不要在那邊聊天 不要在那晚了 我們要暗度就版什麼之類的 我對他的印象是這樣 控時間的 對對對 長控的 長控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下一個成員呢 就是 崔蘇 欸 蘇勇 嗯 蘇勇 對 崔蘇勇 崔蘇勇 那秀勇就是 對對對對對 甩頭非常的經典 就是他們第一場回歸的時候 一直瘋狂的甩頭髮 然後最後還甩到小圓這樣子 對 然後秀勇也算是 就是很愛diss成員的一個 嗯 對 不要會講幹話 那秀勇的話也是 後面就轉型去當演員 下一個成員呢 UNA UNA INUNA 嗯 INUNA 以前叫雲兒 然後後來證明叫潤兒了 潤兒的話就是 在這個團體裡面就是 門面的單單 呵呵呵 連織單單 對對對 好一開始出來就是 舞則漂亮了 對對對 好多通常都站第一位這樣子 那阿滴有對他有什麼印象嗎 他好像也蠻搞怪的 在那個哨子漢蛋裡面 然後任人現在也是轉型去當演員 嗯 所以也是演過蠻多戲的 他是不是有跟愛的迫降那個男星有過戲啊 你說玄冰嗎 對玄冰 他們好像要演那是電影嗎 還是什麼 喔好像是電影 對對對 好像是電影 玄冰有問她說 她最喜歡玄冰燕的哪個角色 她答不出來 愛的迫降的那個男主角叫什麼名字 愛的迫降的那個男主角 我沒有看過 所以 對 因為Yuna算是跟她是同事 然後她就是擋不出來 然後玄冰就說好我要走了 然後她就離開啊 我對這個 好像有看到這個片段 最後一個成員 是我們的盲內 盲內 蘇兄 蘇兄 對 蘇 秋兄 對她的本名就是蘇秋兄 盲內的話呢 她就是一個很乖很乖的模範身 端正的那種形象 現在也還是 現在 在看看裡面她也是都在規矩內 然後很有禮貌 我覺得比較保守一點 記得她很久以前有講過 她的偶像是 以前的一個聯合國的秘書長 偶爾也是會 就是有一兩次 沒有空 對對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 我們超小的曲學 又補飯的曲學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入應援的環節囉 好 好簡單喔 對 她的音樂還蠻簡單 偏偏簡單 因為她們沒有念名字 如果念名字的話 就有很多人這樣子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 偶像的名字怎麼念 少女時代PA 那我們再次感謝阿滴 謝謝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然後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安妞 安妞 大家可以去聽 那個少女時代 他們這次回歸的那一整張專輯 都很好聽 對 除了Forever One之外 其他歌好像雖然不會出MV了 對 就是大家可以去聽一下那一整張專輯 因為好不容易15週年回歸 OK 掰掰 掰掰